我想做回個好人 我叫何之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上班族 生活上的債母迫得我快偷不過起 街上人來人往,我們走在街上 總會遇到一些過客 有些與我們背道而行 亦有一些與我們走往同一個方向 與我們背道而行的 或者我們會轉身織網 歲月與風,將它們吹向記憶的邊緣 甚至是記憶之外 嗨,大家好,歡迎來到德社,我是老師人無憂 剛剛給大家分享的是王家衛的這種抽真畫面 就讓畫面有一種一卡一卡的拖影效果 這種手法會讓畫面有一種緊張的感覺 在這之前這種效果一直是單反 甚至是專業視頻機的專利 但是今天呢,我就教大家 怎麼用手機前期拍攝出來 安卓和iOS用戶之間都是通用的 首先我們下載一個Fuel Milk 據說有免費的獲取途徑 這個就需要各位自己找 我覺得還是多支持正版比較好 下載完以後我們點擊設置按鈕 找到幀數率 把拍攝每秒幀數設置為8-12 播放每秒幀數設置為8 再然後點擊這個小圓圈 這時候點擊一下感光度 變成黃色鎖紙 調節快門拉到最慢 點擊一下變成黃色鎖紙 這時候上下滑動就可以調整感光度 來調整畫面的亮度 正常曝光到自己想要的亮度 就可以開始拍攝了 還有另外一個軟件的設置方法 就是zyplay 進入zyplay之後 我們點擊進入相機 這時候我們如果看到畫面是黑色一片的話 我們點擊這個按鈕 點擊拍攝 再確定即可 然後點擊這個按鈕 找到手動模式 點擊打開 這時候畫面就會有一堆參數出來 重點來了 我們把快門速度調整為八分之一秒 然後通過改變iso 調整畫面亮度 點擊拍攝就可以了 接下來進入實拍 我們需要記住 因為我們設置的問題 所以大量沒有中心的移動鏡頭 會導致看起來很暈 所以我們需要在動的畫面中找出近的元素 在近的畫面中找到動的元素 比如說跟隨人物移動 可以背後跟隨 側面跟隨 環繞跟隨 定在一個地方拍車軌或者行人 用了穩定器以後覺得畫面還是太穩 所以我之後選擇手持來拍攝一些畫面 增加畫面的緊張程度 開幾段之後加入旁白和BGM直接剪一下 看效果 如果可以選擇 我想做一個好人 我叫何之舞 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上班族 生活上的債務 逼得我快要偷不去 加上人來人往 我們走一條街道 總會遇到一些過客 有些與我們背道而行 也有些與我們走往同一個方向 與我們背道而行的 或者我們會轉瞬之望 水月與風 將它們吹向記憶的邊緣 甚至是記憶之外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得色分享的全部內容 如果你覺得我的內容幫助到了你 可以幫我點贊 轉發分享 讓更多小夥伴學習到知識 我會繼續更新更多更好玩的小技巧 也歡迎各位在視頻下方與我互動 我會盡量幫助或解決到大家的問題 那麼我們下期見 拜拜